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来到《文化实不》 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这个叫做《破解渔兰的迷思》 这一集我们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Anthony Sir上来和我们讲解一下 这一集我们会讲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就是《渔兰节》究竟大家是 《渔兰节》究竟是讲鬼还是讲孝道呢 Anthony,我们很多时候一讲《渔兰节》 香港很多人觉得是一个鬼门关大开 乌云野鬼可以来到人间 我们做一些仪式去供奉他 是否这样 其实《渔兰圣会》 很多人经常问 一讲到《渔兰圣会》当然是讲鬼 但是又有人听得到 又说不是,又是敬祖先 牵涉到孝道 其实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讲《渔兰文化》最早的传播 就是讲《牧连救母》 《牧连救母》的故事是 讲牧连如何去救他母亲 由于救不到母亲 就请教佛祖 佛祖就教他以白味饭食去供养那些僧人 正在供奉的功德 就将他母亲脱离苦难 其实供奉的僧人 就可以将他母亲脱离地獄的苦难 其实这个牵涉到一个问题 当然他妈妈已经离开了 但是他就带他去救回来 所以就去供奉那些僧人 是的 故事就是由于他母亲 最根深业 就是说很重 业债非常重 所以就以他的六神通之力 救不到他 一定要 曾经 有讲过 由于他孝道 正邪两解都有帮他手 这样的能力都救不到他 一定要以供奉那些僧人的功德才能救得到他 所以其实余蘭节在某个程度上 一个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孝道的一个重征 是的 传统一个所谓的孝于亲 孝亲于父母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人 对我们先人的一种敬怀念 敬仲的一个仪式 是的 其实到了宋代 就开始盛行一个所谓的 施食法门 刚才我说的 穆连救母就是供养那些僧人 宋代的施食法门就是说 将那些食物去供养那些孤人野鬼 那么 供养那些孤人野鬼 又可以回向一个功德 又可以回向到 譬如说如果有些祖先 下来到那些俄鬼道里面 都可以将它解救出来 即使祖先没有那么辛苦 是的 因为其实就由真人 去供养真人之后 就变成古人 供养那些鬼神 又延续那些孝道 鬼和神有分别 鬼就是鬼和神都有分别 是的 他是怎样去说 他的施食法门就牵涉到所谓的 陀罗尼施食法 陀罗尼施食法就是说 你念那个陀罗尼经 念七次 如用那些水 念七次 灑予在抗野里面 就可以施食那些鬼魂那方面 如果你念二十七次 就可以供养那些神明 那些神明 如果再念多些 例如念到三十七次 就连那些三寶菩萨 那么高层次 都可以拿到去供养 都收到 看你的次数多些 多谢Evan今天跟我们解释 愚蓝之愚蓝之 是否供奉祖先 是的